大家好 我是小如老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JTES考试跟GLPT考试有什么区别 来日本留学或者工作或者说办各种签证 你需要一个日语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日语能力 你要去考JTES考试还是考GLPT考试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把这个讲清楚 首先JTES跟GLPT考试的费用不同 JTES考试在日本是5200日元 GLPT会比它贵一些是6500日元 那JTES考试的考试次数和GLPT考试也不一样 那GLPT考试我们都知道是一年两次 每年的7月跟12月两次考试 那如果你没有来得起去报这个JTES考试 或者说你考了之后没有考好的话 那你可以去选择考JTES考试 因为JTES考试的考试次数会多一些 每年的基数月135791 一年6次都会有这个JTES考试 但是重点来了就是有些学校 它会要求你提交GLPT考试成绩 而不承认JTES考试 也就是说你在去报考考试之前 要查清楚你要报考的学校要求的日语成绩 到底是哪一类的考试 如果它上面只写到GLPT考试 或者像留学生考试的话 你要去专门去考这两个考试 而不是考JTES考试拿的成绩 它也不会接受的 所以要查清楚到底哪些学校 接受JTES考试的成绩 我在下面视频下方会发一个链接 下面都有大学院学部 还有一些什么别科 接收JTES考试的一些学校的列表 大家可以去看 比较来看的话 GLPT考试更受欢迎 更被承认 它的范围更广一些 大部分的学校都是承认GLPT考试的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就比如说有些学校 可能你去提交成绩的时候 它可能要求你去考留学生考试 而不是GLPT考试 所以具体到底要去考哪一个呢 还是要查清楚你要报的学校的目的 要像博修予告 下面都有写到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JTES考试跟GLPT考试 如果你是用它来申请高度人才签证 那你只能考GLPT考试 不能考JTES 因为JTES是不在这个加分项里面的 所以如果你要证明你的日语能力 同时申请这个高度人才签证的话呢 你要考GLPT考试 如果是拿到N2 那你会加10分 如果是考到N1合格的话呢 是加15分 所以呢要弄清楚 你要申请的这个签证 如果是高度人才的话呢 记得要考GLPT而不是JTES 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两个考试的 考试分数啊 考试结构有哪些不同 好 那我们知道GLPT考试的话 它的总分呢 都是180分 分5个等级 从N5到N1 那N5是最低的等级 然后最高的等级就是N1 好 那呃 个人感觉GLPT考试呢 更偏向于学术一些 好 那JTES考试的话呢 你去做这个题会发现 它的难度 其实要超过GLPT考试的N1 好 它的等级分三个等级 好 那三个等级里面也有不同的分级 好 就比如说它有三类考试 A到C D到E 和F到G 好 F到G呢 是属于最简单的考试 好 那接下来就是D到E 然后呢 就是A到C 那大家呢 可以看这个表格 好 我在 我现在拿着手机在 呃 讲这个好 那 你可以看到 嗯 像这个 呃 F到G里面 好 你考到250分的时候呢 才等于这个 呃 N5 就是GLPT考试的N5水平 也就是说 如果语言学校 需要你提交一个 呃 日语学习过的一个 你到学习过日语的一个证明 啊 那你去参加了JTES考试 比如说你考到180分以上 你才可以拿到这个证书 如果说你考到180以下 你不会有这个证书 那就是F到你不是属于G级的了 好 你就没有没有等级 对吧 没有合格的意思 对吧 那如果你考到了250分以上的话呢 呃 才相当于这个GLPT考试的N5 也就相当于Sephar 也就是呃 这个欧洲共同语言体系 呃 有一个框架 呃 的A1 那我们呃 如果你是去参加各种等级考试 有语言类的等级考试 一定要知道Sephar这个东西 就是欧洲共同语言体系 这么一个框架 呃 它可以适用于呃 用来评价你的各种语言能力 除了日语之外 像雅思考试 呃 也可以有一个对应 就比如说 如果你的雅思考到8分以上的话呢 就相当于C1呃 加的水平了 对吧 呃 所以呢 越往上走好 是越高的 像A1 A2是比较基础 B1 B2 然后C1 C2是最高的 好 C2是最高的 呃 然后接下来呢呃 第一的话呢 你要考到350分以上 就相当于G2PT的N4 好 那像呃 这个N2 就是考AC考试 你要考到600分以上 是相当于N2水平 那考到700分以上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N1水平 好 那800以上点 像B级 准A级 A级 还有特A级的话呢 就是属于比N1还要高的水平了 好 被考过AC级的同学 可能有感觉好 就是他的一些题里面 会出现一些惯用语啊 成语之类的 好 呃 所以呢 难度呢 其实是比G2PTN1 跨度 难度的跨度要比较大的 好 所以说 并不是说你G2PTN1 啊 过了 你就合格了 好 你就到了AC比较高的水平了 所以说 如果你平时是用来 呃 这个提高自己的日语能力的话 你考完G2PT 呃 那你可以去准备一下JTES考试 好 那拿到一个900以上的话 就属于非常高的 一个水平了 好 那还有一点就是 G2PT考试 我们刚才有讲到 它是偏学术一点的 好 所以说 入学的时候 可以用来当一个参考 来证明你的日语能力 对吧 那 JTES考试的话 更倾向于实用性 哈 它的那个听力里面呢 可能会有很多那种 在商务环境当中 比如说 开会呀 做这个 呃 什么哈 对吧 发表 呃 去做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 呃 商务环境当中的一些用语 也会出现哈 所以呢 它更能够去呃 测量你的 如果你是去准备啊 这种商务英语啊 或者说呃 想要就是扎实的提高自己的 实用日语的这个能力的话呢 可以去备考看看JTES考试哈 那除此之外呢 呃 这个 这两个考试都有一个标准哈 就是说 因为它不是有 呃 几个组成部分呢 像这个呃文法啊 阅读啊 还有词汇听力 好几个组成部分哈 那像JTES考试的话呢 你的每一项呢 不能有零分是最重要的一点哈 如果你的有一项 有一个环节哈 有一部分的提呢 你是零分的话 那你的这个成绩 不管多高都是不合格的哈 那像JLPT考试的话呢 它是分三个部分 对吧 那呃 每一项呢 是不能低于19分的哈 19分是最低的标准 然后总分呢 需要超过呃 多少分 呃 像N3的话是95分 N2的话90分 N1的话是100分哈 我会把表格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会把链接的也放在下面 那呃 JLPT考试全部都是选择题 但JTES考试呢 FG呢 是都是选择题 但是啊 D E和AC这两个级别的话 那会有技术体哈 你要写字哈 你有这个除了选择题之外 还要去啊 把这个 就是有一些词 你要你要进行一个改写哈 就可能说它的形 比如说像动词变成K型之类的 会有一些技术体出现哈 啊 那不光是选择题 这个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了哈 好 呃 所以如果你是 呃 准备入学的话呢 JLPT可能更好一些 但如果你没有来得及 去准备JLPT考试的 那你可以去考 JTES考试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要申请的学校 接受JTES考试成绩 那大家呢 可以去check 接受这个JTES考试成绩的 列表当中 有没有你要申请的学校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去考哈 啊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高度人才签证 你要申请的话呢 只认 只承认JLPT考试 不承认JTES考试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哈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如果你是用来 提高自身的日语能力 那想要去 呃 这个 怎么说呢 提高一下自己的 实用日语能力的话呢 其实更推荐去学一些 JTES的这个 被考的材料 同时JTES考试的材料呢 免费的材料呢 比较多元哈 你到那个网站官网上 它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个 MySuki no Mono Daishi 呃 就是那种问题集 都可以免费下到 免费去听的哈 那像JOPT考试的话呢 就是免费下到的相对少一些 你要去买这个材料 好 好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讲了JTES 跟JOPT考试的区别了 呃 那希望呢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啊 或者说一些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 对大家有些帮助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赞 同时分享给 呃 有需要的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